那你這些東西呢 你白酒了 它不會變成 嗨大家好 我是毛小孩的獸醫爸爸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到底寵物出現什麼樣的 身體警訊的時候 我們要趕快帶他去看醫生喔 那今天會分享 五大身體警訊 寵物是不會講話 所以你一定要幫醫生 做我們的眼睛 做我們的耳朵 幫我們去觀察 寵物在家裡的狀況 因為我們沒辦法 時時刻刻去知道寵物的情況 所以做主人的你 一定要協助我們 像一個大隊接力一樣 寵物發現問題了 你們要跑第一棒 要把他的問題 詳實的記錄下來 可以是拍照 可以是錄影 那把這些訊息 帶來給動物醫院 在看診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 更有效的來幫助 我們家裡的寵物喔 狀況一呢 就是食慾不振 寵物的食慾不振 大概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生理的 一種是心理的 我們先講一下心理的 心理的呢 就是俗稱所謂的挑食 就是你越吃越好 他今天吃了一塊肉 明天他就不想再吃飼料 他明天吃了一塊牛排 他就不想要吃雞肉 所以這個東西呢 很多時候是主人不經意的 去養成他一個不好的習慣 那怎麼樣去分辨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生病 還是只是挑食 就是你去看他平常 非常愛吃的食物 連他非常愛吃的食物 如果都不吃了 那他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他真的有可能已經生病了 導致他食慾不好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 就是他真的生病了 其實就跟人一樣 你生病你也不會想要吃東西吧 所以寵物呢 不吃東西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所以我們去到動物醫院 我們通常會問兩大事情 第一個呢 就是精神 第二個就是食慾 連東西都不吃 那他代表他可能就是 已經開始有生病的傾向出來了 第二呢 是精神萎靡 但是精神不好 通常會搭配一些其他的症狀 像是嘔吐 拉肚子 食慾不好 那這種呢 有搭配其他的症狀 一起出現的時候的精神不好 就是特別是需要我們要注意 要帶去看醫生的時候 精神不好呢 就比如說 你家是一隻貪吃貓 你開罐頭就喵喵叫跑過來 那是你那一天開罐頭的時候 他卻你都不理你 那跑去找他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子懶懶的看著你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去仔細的觀察 他有沒有其他的相關症狀 導致他現在的精神不好 接下來是糞便的異常 糞便的異常呢 大概就是偏過硬 或者是過軟 也是所謂的下粒便 過硬呢 很簡單 就是水分喝的不夠多 或者是你吃的食物 去做一些輕微的調整 就可以讓過硬的糞便得到改善 那特別是我們的這個過軟 也就是所謂的下粒 我們可以簡單跟大家科普一下 四個下粒小知識 我們糞便 如果有下粒便的話 通常他會有 大腸性跟小腸性的下粒 什麼是大腸性跟小腸性 那另外一種呢 是比較上消化道型的 上消化道型的話 就是在胃部出血 你可以想像一下 在胃部出血的時候 他是鮮血色 但是他出到這個糞便的時候 他變成黑色 那這種黑色的糞便呢 就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他是屬於比較上消化道的感染 我們可能就會去懷疑 是不是有胃出血啦 或者是胃潰瘍的情況 所以啊 如果家裡的寵物呢 糞便出現跟平常不一樣 請記得採集一些糞便的樣本 那當你去看醫生的時候呢 就可以幫助受醫爸爸 更快速的診斷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更快速的對症下藥喔 警訊四就是喘 正常的動物呼吸呢 每分鐘會大概落在16到30下 那重點這是在休息的時候 你不要他跑完步 你去幫他量 是不準的 但是如果你在休息的時候 卻可以量到接近50 或是甚至超過50下的呼吸次數 就是吸吐 這樣算一次喔 那他有很大的可能性 然後懷疑有心肺功能相關的問題喔 警訊五就是嘔吐啦 其實嘔吐呢 是動物蠻常見的一個 一個臨床的症狀 那到底吐到什麼樣的狀況 還需要去看醫生呢 這邊給大家幾個小重點 第一個呢 就是他吐的顏色不一樣 就比如說他吐出綠色 可能裡面有膽子 吐出紅色 他代表胃出血或是胃潰癢 過來呢 是吐咖啡色的東西 比如說胃部的出血 他出血比較久 他在經過嘔吐 吐出來的東西 那這個呢 也可以反映出一些 臨床上的問題 那再來呢 就是什麼樣的情況 不用立刻帶去看醫生 就是他吐出來的是 比較稀稀的 或者是半酵化的食物 而且他很常這樣子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會建議進食個半天 確定他沒有其他症狀 我們再給他恢復供應食物 那這樣子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處置方法 對了 我還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口臭 因為真的有很多寵物的主人 他都會講說 他的寵物的嘴巴很臭 那他其實呢 都不去處理他 但是大家知道 口臭形成的原因 其實很常 跟牙咒病有關係 那你這些東西呢 你擺久了 他不會變成 白酒果粒麵 他會變成一個很臭的嘴巴 所以你不要存著 僥倖的心態 想說他可能就不臭 所以平時 定期的洗牙 還有日常的刷牙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要因為他嘴巴臭 你可以忍受 就不去管他 因為有可能 這個牙周病 最後可能會奪走他的性命喔 最後呢 要提醒大家 其實疾病呢 就像一條 常常的往前走的時間軸 很多時候呢 你越早去發現 早期的治療 他是可以往健康的那個狀態走 但是如果你不去管他 不去處理他 他只會越來越惡化 所以千萬不要存著僥倖的心態 當寵物出現一些警訓的時候 請及早要帶他去看醫生 及早處理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還想看我們拍什麼樣的影片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講 我是毛小孩的獸醫爸爸 我們下次見 掰噗